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近期加息不断 香港跟随联系汇率都跟随美国加息 今天想问问大家 最近你的银行存款利息有没有加到呢? 如果你是供按揭或者还贷款 你的利息有没有增加呢? 今天的题目就是HIGHBOR升穿5% 利息就升,存款只是微升 反而借贷就大减 经济就呈现急动的情况 先看HIGHBOR最近的走势 大家看到这个星期HIGHBOR升穿5%的指标水平 7月6日的HIGHBOR三个月的息率 升到5.05% 直追HIGHBOR三个月的息率 5.54% 大家看到过去十多二十年 香港享受了一段非常长时间的极低息 疫情爆发初期 全球跟随美国央行就大幅减息到零 所以大家看到这段时间 2021年的时候 HIGHBOR的息率接近是零息 由2022年开始 俄乌战争爆发 通胀急升 美国联邦储处局带头就快速大幅加息 所以看到 LIBOR扯上来 由接近零息 扯到现在已经是5.5% 这个正正就是联储局的基准利率 那么HIGHBOR 亦步亦催 联系汇率的机制 就令到HIGHBOR 紧追拉波 最近已经逼近 超过了5%的水平 由零息 扯上来 就是说 贷款的成本 增加了5% 就形成 经济带来急凍的作用 先来看看存款 加了息 是不是应该就增加了存款呢 但是 即使HIGHBOR急升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跟我一样 就是说 银行的定期存款 都没有跟随大幅上升 除了 那边银行 或者有些新增的资金 享有高息之外 香港很多银行的存款的利率 仍然是在超低水平 这个就跟我在纽西兰的情况 很不一样 纽西兰的各大银行 它的定存一年 定存一年 期就已经 现在是升出5%了 即使是普通存款 其实都是有 4厘息的 这个情况 就跟香港的存款 是很不一样的 香港的存款 美元都是港元的存款 蓝色是美元的存款 绿色是其他货币存款 大家看到近期三条线都去到接近零的水平 尤其是其他货币的存款在2023年初 2022年底2023年初更加出现一次超过一成的跌幅 现在最新2023年第一季 港元存款只是微增1.1% 美元存款只是微增1.9% 其他外币存款是微增0.3% 所以你看看和疫症爆发初期的大幅飙升 以至到2016、2017年的高增长期 现在明显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为什么加了息也没有人存款呢? 大家可以给一些留言 看看大家现在在银行的存款利率是有没有上升了 加了息也没有增加存款 但是借贷金额就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 这幅金屋提供有关各个主要经济行业劃分的本地贷款 大家可以看到去到2022、23年 就出现差不多全体都跌入负数区域的情况 多个行业在加息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都减少借贷 这么贵就不借贷了 这幅图显示2023年第一季 所以各类行业的借贷金额按年变化 大部分行业都出现萎缩的 比如出入口 之前我们有几集都说过了 进出口的生意减少 贸易融资的借贷 红色线 就是按年下跌 21.8% 超过两成的跌幅 当然之前的增幅很强 接近三成 所以现在可能是基数大 但是已经是连续四季的下跌 近期的数据似乎仍然是 进出口的生意都是继续下调的 蓝色线就是批发及零售行业的借贷 大家看到也出现按年下跌12.3% 超过一成的跌幅 而且已经是第二个月的负增长了 这个情况有点奇怪 因为市面的消费正在回复正常 游客的人数又快速回升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有报道过 有关零售总值 其实也有按年回升 为什么在零售总值按年有正增长的情况下 批发及零售行业 反而在借贷的时候 反而是转趋收缩呢? 当然了 这个可能反映就是利率这么贵了 找其他办法都不借钱了 但是这个可能要等多几季 再看下去的趋势 再涵土 第三组 黑色的虚线就是制造业 制造业的贷款 同样开始跌入下跌区域 最新是报复-2.1% 跌幅也轻微的 但是香港其实的制造业都已经是非常占比 是非常之小的了 所以 基本上过去都是一个比较窄幅的升跌区域 而绿色线大家看到是正数 但是因为它正如这个秘注所说 就是它将两项的贷款合并 所以就看到正数了 这两项合并就是物业发展与投资 一项 另外就是购买私人住宅楼宇的贷款 第二项 其实前者那一项的细数 我们就看到 是一样是出现下跌的 跌幅轻微 最新是报 下跌-0.2% 但是其实都是在收缩的 就是发展项目的投资 的贷款 也是减少的 这个也是 配合我们上一集所说的 卖地卖得不好 流标的情况 似乎发展项目 都正在 因为加息 而出现 相对的收缩的 只有一项是正数 就是私人住宅 楼宇贷款 按揭等等 仍然有3.4%的增长 现时的情况 其实就看回是好像2016年前的情况 当时美国开始收缩 利率正常化 一样是出现 多个行业都由升转跌 趋势也是挺似的 而且跌幅 大家看到 都是跟当时 已经是非常接近的了 无论是各个行业 跌幅 都是跟当时 是相似的 楼价 当时也是下跌一成左右 现在的楼价 就一样是按年下跌一成半了 所以两者 现时的情况 就很相似 但是当时 就很快就开始反弹了 但是今次 能不能够 好像2016年那样 回升就要有待观察 存款又没有增加太多 但是 贷款就下跌得很快 所以 贷存比 就出现 下跌的迹象 所谓贷存比 就是 Long to Deposit Ratio 就是贷款占 存款的比率 所以 就是贷款减少 存款增加得不多 就出现 贷存比 下跌 蓝色线就是 各类货币的贷存比 你看到 其实 就已经是由2020年的高位 77.5 是回落到2023年5月的68.4 港元贷存就有轻微回升 由2020年11月的82.7 就回升到最新的89.1 刚才提到只有一项是 贷款上升的 就是家庭置业的贷款 你看到 其实香港的家庭债务占 GDP的比率 其实是 由2019年开始 出现一个 极速的上升 即使是疫情爆发之后 升幅有所放缓 但是 已经是 逼近100%的境界线了 所以随着 按揭买楼回升 家庭债务占GDP比 就升到最新 2022年第四季的数字 96% 这幅图大家看到 2018年的时候 水平只是约望 是70%而已 但是 踏入2019年 就出现急升的趋势 去到2021年 已经升穿90% 最近这两年有所放缓 跟楼价下跌有些关系 但是相关的比率 仍然是 上升 最新报96% 反映即使在利率急升 和预期 利率继续上升的情况下 按揭买楼的金额 仍然保持上升 当然 这个家庭债务占GDP比 就不只是买楼按揭的 也包括 比如车案 或者信用卡数 或者读书贷款 等等的各项家庭债务 所以 大家都看到 未必完全是因为单一因素 但是过往我们也有 可以解释的了 这个家庭债务的比重 里面 有七成都是跟按揭有关 买楼置业有关的 所以这个趋势本身就跟楼价 和楼宇需 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正相关的 而事实上根据金管局有关 最新 按揭的贷款 的数字 大家都看到 是有回升的趋势 但是这里就有三个细分 所以即使是按揭贷款有增长 但是大家看到 在这一幅图 有三种不同的按揭贷款 包括 包括一手楼 蓝色柱 二手楼 红色柱 以及 加按黄色柱 refinancing 大家 所以要留意 事实上在2021和2022年 其实黄色柱的占比 是大幅增长的 由过去十几个%增长到 出现 26%的情况 所以这段时间 事实上 按揭贷款的增长 其实有部分 是来自 加按揭的急增 比如 这幅图大家看到 在最新 一手二手楼的按揭金额 大约只是回升到 2021年尾的水平 2023年 5月的时候 分别是 报135亿港元 和224亿港元 加按揭贷款的部分 就是66.6亿港元 加按揭贷款的全部 全部按揭金额 就是16% 但是如果 看回2021和2022年间 现在黄色柱的部分 的占比 是标高得很严重的 比如2022年的6月 这条柱 大家看到 加按揭金额 是去到132亿港元 比起现在 5月份 2023年 是多出一倍的 亦佔全部的按揭贷款 是高达26% 所以 反映2021至2022年的 家庭债务上升 可能和 加按揭上升 是有些关系的 大家如果有 在供楼 或者买楼的朋友 也可以留言 给一些 你第一身的经验 有关 家案 一手楼 和二手楼 的 安揭贷款的情况 好,今天的分析到这里 拜拜